一集反转好几次,看完直呼后悔,后悔没有早看这部神剧 本期为大家带来高智商犯罪日剧诈欺游戏的大结局 在上一期的结尾,警察大金牙代人将所有选手带去了第三场游戏的会场 这次的游戏非常特殊,不同于以往的个人对抗,而是采用团体战的方式 所有玩家被分成两组,分别为水之国和火之国 水火不容易听就知道是敌对方嘛 每位玩家在本国的银行账户里有1亿的本金 而在对方国家的银行账户里有4亿代提取的本金 一共5亿,游戏结束后需要归还 而每对的每个玩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对方国家的这4亿提回来 用箱子先提款,金额自由选择,每次可携带的上限是1亿 然后就到检查室接受对方国家的边境检察官的检查 检察官不可以触碰箱子,各凭本事来判断里面是否有钱 如果判断没有钱就喊pass通过 那么走私者就可以带走箱子里的钱 如果判断有钱就喊doubt怀疑 然后爆出一个预估的金额 如果爆出的金额比实际走私的钱多 那么就可以统统没收,成为自己的钱 如果喊了怀疑,但是爆出的金额比实际走私的金额少 那么也算走私的赢,顺利过关 那么肯定有人跟我们聪明的女主一样 每次顶格喊1亿不就稳赢吗 所以呢游戏规则规定了 如果喊了怀疑又爆了1亿 箱子里又没有钱 那么检察官就会被罚款所爆金额的一半 也就是5000万作为赔偿金 游戏由两国分别派人轮替担任走私者和检察官 一共30个回合结束 最终总金额高的一方将获胜 还没来得及提取回国的钱将由敌方玩家评分 所有赢家到手的钱就是游戏最终的奖金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上一期晋级比赛一共是9个玩家 但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次游戏有一个神秘兮兮的黄毛被塞了进来 看上去极为阴险狡诈 似乎很有实力的样子 跟花衬衫 爆牙叔 西装蓝 胖姐组成了一对 而咱们的女主阿植 蓝主秋山 老鹰逼蘑菇头 高冷的玉大嫂 和一向软弱的背带裤成了水之国的一方 这边几个人赶紧商量啊 阿植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必胜法 那就是一直运送空箱子 这样呢对方检察官喊通过也没损失 如果喊了Doubt 多少都能得到一笔慰问金 我是不是很聪明啊 可是大家反应冷淡 因为如果是他能想得到的办法 那说明所有人都想到了 可是目前呢也没有其他的法子 只能按这种方法让他第一个出战 只见阿植拎着一个大箱子 为大家展示了可以封神的演技 队友们简直没眼看 担任检察官的敌对方爆牙叔 也被惊讶到了 毫不犹豫的喊出了pass 阿植一脸懵逼啊 怎么会被猜到的呢 明明我表演的那么完美 大家再次被他的脑回路给惊呆了 接下来蘑菇头分析了一下局势 对手方肯定也是不敢开局就敢走私一亿元 毕竟虽说是团体赛 但是被没收的钱最后还要算到个人头上 谁都不敢冒进嘛 然后呢自高奋勇的担任下一回合的检察官 他胸有成竹的看着对手进门 哎呦你这演技也太差了 我让你pass 哪知道人家根本就没按套路出牌 上来就走私了一个亿 蘑菇头和队友都傻了眼 谁也没料到对方竟然敢于冒险 开局就赌得这么大 而黄毛此时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看来这里面少不了他的出谋划策 开局就对己方不利 队友郁大嫂斩钉截铁的表示 这次他必须运走一个亿 随后决绝的进入赛场 敌方检察官也大方的按下了pass键 哪知道箱子被打开后 众人才发现 郁大嫂吃来想去最终还是害怕损失 还是带了个空箱子 在监人戏的另一边 游戏主办方的大姐大和大金牙 也在观察着所有人的动向 大金牙爆出黄毛可是大要来头 甚至有可能比秋山还要深谙欺诈之道 在接下来的游戏中 阿直的队伍再次失利 敌方又成功走私了一翼 而己方的蘑菇头又压送空箱子 被对方识破 气得他是破口大骂 回到队伍后又被郁大嫂疯狂的吐槽 眼看己方形势越来越崩 秋山必须出马了 主动请进出任下一局的检察官 这次敌方负责走私的是爆牙叔 一进门呢 秋山就提醒你的钱掉了 对方立刻惊慌的想要检查箱子 秋山却捡起了钱 原来这是他取出来过一方的地上的 通过爆牙叔的反应 猜到他肯定是贷了钱 不过秋山想要的并不是只帮回这一局 而是想要改变队伍之前畏畏缩缩的形象 让对手看到他们敢于运钱的勇气 果然在下一局中 尽管郁大嫂拿了空箱子 但是对方检察官仍然以为他们已经不惧风险 喊出了怀疑 结果失了算 输了一大笔未问金 这样一来 敌方阵营开始乱阵脚了 大家七嘴八舌的不敢出战 爆牙叔直接被吓破了胆 逃离了现场 黄马儿却十分镇定 似乎胜券在握 淡定的拎着箱子上了场 与单人检察官的背带裤对峙了许久 最终背带裤忐忑的按下了pass键 在箱子被打开的那一刻 傻了眼 眼见局势急转直下 大家同意了蘑菇头的建议 因为大家都畏畏缩缩 怕个人损失 所以走私前 我们一起商量携带现金的额度 损失一起承担 女主这次携带的金额被定为501万 因为这个数字损失最小 如果对方谨慎下喊出怀疑 然后猜测5000万 就能以最小的筹码获胜通关 但是这次的警察官是黄毛 他得意洋洋的宣称 自己有超能力会偷视 然后轻松的爆出了箱子里 现金的数字是501万 所有人都惊呆了 怎么可能有人连零头都能猜中 难道他真的有偷视眼吗 蘑菇头大喊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自告奋勇 下个回合 我要去会 这次他拿了502万 然而黄毛仍然成功的爆出了金额 这波把蘑菇头都快气变形了 阿指一方的士气受到了重挫 在这种压力下 谁都不敢再去了 拿着这个时候呢 一只唯唯诺诺的背带裤 突然毛髓自荐 要去做检察官 竟然还成功阻止了敌方走私一 没想到这家伙平时没什么存在感 竟然还有点东西啊 大家感到很意外 同时也十分惊喜 围上前去一顿猛夸 他也有些飘飘然儿呢 称自己找到了避胜法 不过呢 还需要验证几次 在接下来的一局中 他再次担任检察官 果然再次成功阻止对方走私一举野 大家兴致勃勃的请教 是什么避胜法 背带裤却突然变脸 与之前胆小弱弱的样子是潘若两人 强硬的要求做这支队伍的支配者 要当老大 果然老华说的没错 卢才一旦翻身做主人 一定会摆出比老爷更大的架子 在接下来的走私游戏中 背带裤再次截获对手的四千万现金 此时前十轮的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 女主的水之国总金额22亿2500万 敌方是27亿7500万 而爆牙叔中途退赛 他银行卡里的三亿被评封给了其他队友 在个人资产部分 黄毛以3亿7500万为其团队里最有钱的 而背带裤竟然也以3亿4000万 成为女主队伍里最有钱的 见风使多的蘑菇头和玉大嫂 立刻任他当了大哥 一个劲的吹彩虹屁 接着继续游戏 背带裤成功查获5000万日元 又得意洋洋的准备去做检察官 突然累急让玉大嫂先顶上 玉大嫂怕得要死 也只能一直头皮上 果不其然被敌方走私成功5000万 此时一直在暗中观察一切 沉默不语的秋山 终于发现了黄毛的透视能力 以及背带裤一直能成功的秘密了 猜测他上完厕所回来 一定会指示队友下一局的走私金额 果不出所料啊 背带裤一回来 就对着哈巴狗斯的蘑菇头和玉大嫂下了指令 这次走私9999万 秋山也站出来支持 然后交给了玉大嫂一张纸条 说是必胜法 很快 玉大嫂抱着箱子出现 检察官黄毛 竟然准确的抱出了9999万的数字 然后胸有沉住的打开箱子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一亿 原来秋山早就看出了背带裤 跟黄毛之间有猫腻 尤其是两个人都获得了数额 几乎相等的金额 更加肯定的这个猜测 这两人在前面一次检察室带过之后 就像是开了挂死的疯狂的瘾 恐怕也就是那个时候达成的PY交易 每次走私前都会通过铁栏杆打暗号 传送信息 背带裤假装肚子疼 让出一回合 就是因为要保持两人金额的平衡 黄毛有偷视和超能力纯属扯淡 所以秋山才会在纸条里告诉玉大嫂 多走私一晚 见自己已经被拆穿 背带裤立刻磕头认错 说出了在第四局黄毛要求联手的事 蘑菇头气急败坏 想要惩治叛徒 但是女主义正言辞的站得出来 认为现在呢 还是逆风局 不能累斗 团结起来才有翻牌的可能 随后自告奋勇的 去做下一回合的检察官 敌方由黄毛走私 他却禁止向秋山喊话 原来呀 他就是三年前被摧毁的传销组织的头目 也算是害死秋山母亲的罪恶祸首了 参加这个游戏啊 就是来报仇的 而拉女主下水 就是为了引秋山出来的诱饵 这个女孩就像秋山母亲一样单纯 一定会引起拦主的同情 说完这些 黄毛蛊惑 说自己的箱子啊 是空的 请相信我 阿植呢 竟然真的选择了相信 按下了pass键 毫无意外的输了 秋山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被黄毛刺激到了 疯了似的要报仇 变得异常的暴躁 失去了以往的冷静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将自己锁进了检察室 由他一个人来充当检察官 只是为了见到黄毛 报仇学恨 可是面对敌方其他对手 由于被怒火冲昏的头脑 判断是接连失误 输光了自己 手上的所有钱 又逼着队友 拿出他们的卡 可是接下来 仍然是把把失败 黄毛得意洋洋 据他估算 自己这边总计赢得了金额 应该已经有35亿2500万 而女主那一方 只有14亿7500万 后面还剩10个回合 就算是全输 最后的结果也是铁银 哪知道 在第20场比赛 结束公布成绩的时候 才发现情况不对劲 女主队伍是21亿7500万 黄毛队伍是28亿2500万 并没有拉开很大的差距 这下所有人都懵了 黄毛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时候 秋山开始挑衅起来 想知道原因 就下场跟我来聊一聊 终于轮到了两支队伍 大佬级人物的巅峰对决 秋山又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都被我的演技骗了吧 那些抓狂和愤怒 是我演出来的 其实秋山利用了检查实力 不能随便被外界监听的漏洞 跟黄毛的三个队友 结成了联盟 因为黄毛的队伍 虽然看似能赢 但是赢钱的只是黄毛而已 其他人如果想要还清欠款 根本就不够 所以秋山承诺 会给他们三个人 全身而退的方法 只要配合他演戏 所谓输给他们三个的钱 其实是把自己队友的卡 给对方来提取 然后故意放水 让他们三个走私成功 那么自己的钱 就顺利进入了自己的组 而秋山走私的时候 用的则是对方三个人的卡 取的钱 继续放水输 这样钱就顺利划入到了 他们三人的个人账户 让他们赚足了可以脱身的钱 当然了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还扣下了他们三人的银行卡 只有合作到最后 他们才能拿到一切 此时黄毛的账户里 已经不够偿还主办方五亿了 随后呢 秋山用出了黄毛 对付阿直的那一招 直接了当的表示 自己带了空箱子 就问你信不信 我信你个鬼 黄毛毫不犹豫的 按下了怀疑 怀疑走私一个亿 箱子被打开 竟然真的如秋山所说 是空的 黄毛需要赔付5000万 回到队伍后 他将所有队员的 储值卡退还 表示只要取得胜利 会将迎来的钱均分 大家都能脱身 而自己会继续背负着债务 进入下一轮的比赛 调查背后的一切真相 接下来呢 一切按照秋山的计划进行着 尽管黄毛仍然 十个不服 八个不分 但是在新一回合中 又输给秋山5000万 现在就只剩下 女主阿直的钱了 只要走私成功 就彻底赢了 哪知道 他又善心大爆发 不想看到秋山 为了报仇 机关算尽 想要拯救那颗 被仇恨蒙蔽的心 竟然在进入检查室后 宣布要让这场游戏 打成平局 因为只有这样 所有人都不必背负债务 于是他放弃了 已经串通好的PASS选项 喊出了DOT 怀疑一亿元 自己也不得不赔付5000万 然后还是向黄毛叫板 所有人都以为 他脑袋瓦特拉 就连一向维护他的秋山 也忍不住骂出了事 这个时候 黄毛打通了主办方的电话 不知道搞了些什么阴谋 随后前来应战 阿直请求 解除检查室的语音封禁 要所有人都听到他们的对话 对着黄毛一顿仁爱的启迪 我们要放下仇恨 如果人人都充满爱 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等等等等等等 要让他给秋山道歉 没想到黄毛 竟然真的哭着忏悔 为自己以前的欺骗行为 道了歉 随后送上了自己的处置卡 十分诚恳的要求 拿着阿直的卡一起将比赛打成平均 而在拿到卡后 秒变脸 原来当初是他骗爆牙书七三矮的 承诺会帮爆牙书摆脱所有债务 当然了 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拿到了对方的处置卡 又打电话给主办方 将自己卡中的余额 转到了爆牙书的卡上 所以阿直拿到的卡里根本就没有钱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骗到女主的卡 黄毛以此为条件 要挟邱山拿出几方队员的三张卡 来换阿直的一张卡 显然 这样等于让其他三个人陷入债务危机 没办法 为了心爱的阿直 邱山只能再次出任检察官 与黄毛对决 没想到竟然痛快的交出了那三张卡 这个时候 黄毛又提起了邱山母亲被逼死的惨状 以刺激对方 就在他得意的大笑之时 邱山比他笑的还开心 原来呀 他也用了黄毛的套路 让主办方又开了三张信卡 旧卡已经作废了 这样不但拿回了阿直的卡 其他的三个人也不必蒙受损失 更解气的是 鲍牙叔也发现自己被忽悠了 又重返了赛场 重新挂尸补办了卡 导致黄毛手里的那张也作废了 而此时鲍牙叔的处境也十分凶险 他被骗弃赛后 卡里只有一亿元 将要背负巨额的债务 生存希望是全无 无比的绝望 这个时候 黄毛没收到爱的奉献的感化 他的三个队友收到了 竟然也想要团结起来 帮助鲍牙叔 还撕毁了与秋山签订的协议 要求让游戏打成平手 自己这边的背带裤和郁大嫂呢 也深受触动 纷纷加入 要一起努力 将比赛打成平局 反水小王子蘑菇头又一次恢复本体上线了 他连梦带骗 从二人类里抢走了黄毛的卡 原来他跟黄毛竟然也私下悄悄结了谋 事已至此 秋山不淡定 似乎胜负一分 检查室里 即将胜利的两人洋洋得意 黄毛向女主叫嚣着 蠢货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能让所有人都信服的办法 没想到就是这句话 点醒了蘑菇头 他突然想起来上一场游戏 明明自己已经输了 却被女主无私的帮助 顿时有些犹豫 突然反水 黄毛绝望的瘫倒在地上 到了激动人心的最后一局 女主请求秋山跟黄毛面对面 现在两队已经各自拥有了25亿 打成了平手 只有黄毛负债一亿 是要报仇还是要和解 现在都由秋山来决定 最终 这对仇人在检查室里见面了 此时的黄毛像是斗败了的攻击 请求对方原谅 放过自己 但是鉴于此人之前的精湛演技 谁也分辨不出来到底是真是假 秋山不动声色的看着他 表示自己这次走私了一意 看他是否愿意相信 六神无主的黄毛 竟然选择了信任 秋山果然没有骗他 在放过仇人的同时 自己也得到了解脱 不再执着于报仇 从来不肯倾信任何人的黄毛 对自己的信念也动摇了 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就这样游戏结束 每个人都拿到了5亿 毫无负债的顺利进击 但过去了很久 也没有收到主办方新游戏的动静 这个时候 大姐大将秋山带到了 诈欺游戏幕后的大老板的家里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知道 背后布置这一切的 正是诈骗集团 真正的幕后黑手 不过已经病入膏肓 似乎没有了报仇的意义 大老板也到处了举办这个游戏的原因 原来 他是一家医院的股东 有一次偶然 在院子里 看到了探望父亲的阿直 立刻被他单纯 善良的品德所吸引 可是自己一向信奉 人性本恶 对于这种美德是新生怀疑 就想要设局考验 只是没想到 这个女孩实在是太纯洁了 让这个习惯了怀疑 和伤害别人的大佬的世界观崩塌了 心灵也得到了拯救 而这正是大姐大 极力促成这次诈骑游戏的原因 因为她是大老板的亲生女儿 常年看到父亲生活在 尔虞我诈之中 希望借助这个纯洁的女孩 来感化老顽固 让她死前灵魂得到救赎 得知了这一切 秋山似乎也放下了过去 与阿直再次相见 女孩还是傻傻的 这也正是她的可爱之处 至于第四场比赛什么时候举行 那就是第二季的故事了 炸七游戏第一季 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 炸七游戏是一部慢改剧 据说原作烂尾了 但是呈现给观众的剧集 拍的还是很不错的 高质量斗智的游戏设定 不断反转反转 再反转 十分的刺激 女主阿直 单纯善良的近乎脑残 以至于在关剧时 她的戏份实在是让人上火 也是被喷得最多的 但这种设计 是为了在她身上体现最极致的人 而拦住秋山的神迹妙算 步步为营 代表了极致的智 如果没有秋山的帮助 阿直早就债台高筑了 被骗得倾家荡产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 她一直在拖后腿 甚至因为自己的菩萨心肠 数次将秋山和队友置于险境 但是实际上到了后面 阿直的人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就连蘑菇头这样奸诈狠毒的人 也被感化了 成了真正的盟友 还使秋山放下了仇恨 得到了解脱 可以说阿直的人和秋山的智 是互补的 双剑合臂 无往不利 2021年韩剧 由于游戏在播出后 火得一塌糊涂 很多人看过炸七游戏的观众 也会不由自主的将两部剧进行比较 相较于惊心动魄的前者 炸七游戏显得温和的多 这部剧没有动辄就要人命的游戏设定 但是精彩程度并不逊于鱿鱼游戏 这完全得益于稍老反转的游戏设置 要说两部剧最大相似之处 就是幕后的boss 都是身染绝症的老头 因为自己时日不多 就设计了这样的游戏 让自己开心一下 只不过呢 炸七游戏里的boss 对人性的动心要更加深刻 还得到了救赎 在这一主题上 本剧也是更胜一筹 无论哪一部剧 都充满了残酷的厮杀 对人性的揭示 这两部剧都是很好的作品 值得大家思考和探讨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点一个赞支持一下 没点关注的赶紧点一个关注 可以及时收到我更多 更精彩的视频结束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